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2012年的Paper 2 第35條的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 i 三次 再乘回整個東西 Beta i 再減三 究竟是等於多少 有四個選擇給你選擇 事不宜遲 拿張單項紙出來再說 首先我都要提一提理 在我的取分筆記上 我現在的科技好先進 按按鈕出來 就有一個溫習小提示 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都提理 i1234次方和i5678次方 基本上是一組組的 i901112次方由另外一組 而那四個選擇就循環循環 繼續不斷出現 i-1-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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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都不跟你廢話 而且你要懂得如何把 譬如舉個例子 i3次如何變成-i 這些你要自己懂 不用背 不要背 但是要懂 所以此不宜遲 這個題目做甚麼呢 我先測試題目 它現在就說 i3次 再乘回 beta i 再減3 如果讓我做 我立即會根據i3次 就會負1 fs 會負i sorry 說錯了 就會負i 所以我先轉它 就是負i 再乘回 beta i 再減3 沒甚麼特別新意玩的 將兩個箭嘴 拆進去 拆掉那個弧距 所以擲進去的情況下 再做的情況下 就會是第一個箭嘴 出負 beta i2次 再加,因為負負得正就變加 就是3i 事實上 這裏有個i2次 在這裏 而i2次就是負1 所以在這裏我們再轉了 在一個 溫習小指導看到嗎 再說多次 這個是不是負1 i2次就是負1 所以在這裏 這個放回負1 然後再加 3i 所以你成功將它轉為負負得正 beta乘1 就是beta 就會是 嘩,我覺得 beta 再加 3i 理論上正確答案就是這個 看看有沒有這個 beta加3i 好,那就找它吧 beta加3i 好,見到它了 正確答案就是a OK 好了,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就到這裏了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我們再見 我們再見 了